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次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個 刑事訴訟法上尤其是證據法的章節裡面 一個比較少見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針對補強證據的部分 來跟各位做一個介紹與解說 首先呢補強證據主要的法條呢 規定在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二項 我大概念一下法條的規定內容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人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 以查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那本條呢156條第二項 他主要的規範目的在於要防止法官過度依賴 被告或是被告和他共犯的自白來進行裁判 那他的原因是在於說 因為被告或共犯他們的公訴 具有相當高的一個虛偽的危險性 因此你即便給他進行拒絕或是交物結問 或者是對職 那他的真實性的擔保人是不足的 因此必須要輔助其他的證據來做一個具體的審查 那這樣的話我們又可以稱作像這樣的規定叫做自白的補強法則 那各位如果說有注意到法條的規範內容就會知道 我們目前刑事訴訟法上明文的補強法則 是針對被告或共犯之自白而為之 那薛智仁老師 台大的薛智仁老師在他的文章裡面有提到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見解 他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我國實務大量創設了所謂的超法規 超法規補強法則 什麼叫超法規補強法則 因為剛剛我們看法條156條第二項 主要是針對被告和公犯來為的規範對象 但是我國實務擴張他適用的範圍基於被害人之陳述 或像我的文章當中提到的最高法院32年上至657號判例 甚至擴張到告訴人之告訴 最高法院52台上1300號判例 以及幼童之政言 最高法院63台上3501號判例等等的 他法院實務見解都會要求說 像這些人的公訴的內容都需要有補強證據 那薛智仁老師在他的文章裡面就說 這無疑是一種對補強法則的司法序照 補強法則的司法序照 那在我國最高法院近年的一個判決 也就是104年台上至第3178號判決當中也有指出 他去做個類型化區分 他區分成一個叫做對立性證人 對立性證人就是像被害人或告訴人 第二種叫做目的性證人 如法定減刑受益者 什麼叫法定減刑受益者 如果各位不知道我們聽過窩裡反條款 就是我們國家目前現行法下有一些 比如說那個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你要是供出上游是誰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一地減刑優惠 那這就是所謂的獲得減刑優惠受益者 那他如果說供出上游提供這個毒品的人是誰的話 他就會變成一個目的性證人 對於這個上游被提供毒品的上游被告的案件來說 他就是屬於一個目的證人 另外一種叫做脆弱性證人 也就是易受誘導的誘童誘童的證言 以及其他的特殊性證人 或者是也就是所謂的秘密證人等等 那為什麼會特別歸納出這些證人的類型 是因為這些證人他們的虛偽陳述的危險性都很大 那因此我國實物見解會指出啊 以上我說的這些證人的類型 都必須要適用補強法則 要有補強證據 來增強他陳述的平信性 也就是可信性的一個問題 那那個學志仁老師在他文章當中啊 也有指出啊 他其實並不是那麼的贊同 我國實物見解這樣的一個超法規補強法則 他認為說是欠缺正當性的 因為呢 老師又指出啊 為什麼我國立法者當初要特別在156條第二項去針對被告和共犯的自白 進行補強法則的立法規範是因為 當立法者觀察是認為說 只有被告和共犯才有這樣高度虛偽的這個可能性 但是呢 如果是證人的話 卻沒有規定所謂的證言的補強法則 或是證人的補強證據 那是因為證言啊 他必須要經過拒絕程序 而他也沒有像被告或者是被告公犯 所謂的普遍的不可信 也就是說他們證人說的話 並沒有像被告說的話一樣 那麼不可裁信 那也沒有就是不治正脊椎的一些問題 那因此啊 薛志倫老師就會認為說 我國實務啊 在法無名文的規範下 大量擴張所謂的補強法則的 一個補強法則的適用範圍 無疑是有點齁 就是和立法者有意的決定 做一個相左的一個 相左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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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趨勢啦 這是我國的司法 就是去他以為造法的一個動作 那顯然是和立法者的本意有為 因為呢 這個並不是一個那個法律漏洞 顯然是立法者的有意省略 立法者認為說 證人他的證言並沒有高度虛偽可能性 所以這是屬於一個 立法者有意的省略 不是法律漏洞 因此 就是我國實務不能用 一些法學方法論上的 填補法律漏洞的方式 去做一個擴張解釋 或者是去類推實用 不當的去限制啊 法官自由新政空間 這樣的一個結果 因為我們會說 補強法則 它其實本質上就是在 限縮法官自由新政的空間 那如果說你擴張他的範圍的話 那無疑也是擴張了 就是無疑也是限縮了 法官得以運用自由新政的一個空間 因此啊 薛智仁老師在他文章的最後 他會認為說 最佳的方法還是要 就是建議實務 要放棄這種 所謂的 超法規補償法則的適用 那應該啊 是要在自由新政的範圍之內 讓法官去具體審查 證人所謂的證言 是否符合真實性 那去職權的調查 去職權調查 這樣的證據 他是否具有可信性 那這樣的話 這樣的證據 才能作為被告 有罪判決的根據 這樣 那今天呢 關於補強證據的一個說明 就是補強法則的一個說明 就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喔